男人打开老爹留给他的遗产 没想到里面居然是只冰企鹅 好吧 虽然不是人见人爱的冰敦敦 但好歹也是一个幸出来的 谁知惊喜还在后头 阿伟打个电话的功夫 转过身企鹅就不见了踪影 直到身后传来一声猪叫 他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这他喵得居然是个活的 阿伟小心翼翼抱起企鹅 小家伙却给他来了个气味浓厚的见面里 他将企鹅放进到满冰块的浴缸里 因为急着上班 一不留神 就把装企鹅的箱子踢倒了 而邪有老爹遗言的信封就这样掉进桌顶 谁知阿伟刚出门没多久 小家伙就东卓西雕 居然把水龙头的开关打开 在浴缸里畅快油起了涌 于是等男人回到家打开浴室门 阿伟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还被一只企鹅折磨得够呛 为还自己一个清静 他赶紧打电话叫来各种动物管理部门 试图把企鹅送走 但都被一一拒绝 没办法阿伟只能暂时先养着 就是每天早上小家伙的叫醒方式 让他快要发颠了 阿伟忍无可忍 直接被企鹅赶出门外 但小家伙显然不想离开 此时他看到桌上的花瓶灵光一闪 迅速将瓶里的水洒在地上 再抱起企鹅送他一路走好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谁知在脱离领养企鹅的五分钟后 刚走到楼下 前台就拎出企鹅让阿伟带走 男人一脸无辜不停辩解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会养企鹅呢 结果前台调出监控 之后为不让前台告诉物业 阿伟又塞了一笔风口费给对方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甚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隔天快递送来一个箱子 本以为能把企鹅送回去了 谁知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居然又跑出了五只企鹅 好家伙 阿伟瞬间头都大了 这时门铃响起 是前妻带着孩子们来玩了 儿子见到在逃的企鹅 就以为是阿伟准备的礼物 整个人都高兴得不行 毕竟有谁能扛得住这帮家伙的可爱 反正我不行 就连一直跟阿伟疏远的女儿 也难得露出了笑容 孩子们开心地跟企鹅玩在一起 忽然这时门铃又响了 是之前联系的动物园 来回收企鹅了 一个人养六只企鹅 是中什么体验 每天早上在企鹅的围绕中清醒 踢球不缺玩伴 跳舞不缺舞伴 重点是学习能力还很强 看到阿伟倒地都纷纷学着一块 这么可爱的企鹅 就想问哪里能养 虽然有企鹅相伴是很开心 但阿伟是个妥妥的打工人 不可能每时每刻看着他们 偶然间他发现小家伙喜欢看拙别灵 于是系上心头 找来保姆看着 告诉他只要开着电视千万别换台 他们就能站着看上一整天 谁知他刚出门没多久 保姆就不小心切换了节目 他们被吓得惊声尖叫 保姆也被吓得撒腿就跑 结果忘记关门 企鹅们全都逃了出来 他们一步一脚引溜大街 还很有秩序地排队过斑马线 嗅着阿伟的气息 一路跟到了晚会现场 结果企鹅不慎撞倒水桶 很聪明地顺着水流滑出去 一路还像保龄球师地撞倒不少人 冬奥的短道速滑你们不去参加 真是太可惜了 企鹅们发现阿伟后连忙追了上去 虽然把晚会现场弄得一团糟 但看着他们无辜的小脸 阿伟压根胸不起来 看在可爱的份上 原谅你们一次 很快企鹅们还生下了三颗企鹅蛋 其中两颗顺利孵化 看着破壳而出的小企鹅 阿伟触动不已 他把家里改造成滑雪场 供企鹅们自由玩耍 可还有一颗蛋 迟迟没有动静 阿伟像的老父亲般 每天守在身边悉心照料 甚至因很久没去上班 老板将它炒了鱿鱼 但阿伟并没有放弃孵化企鹅蛋 不仅上网查阅资料 每晚睡在蛋前守护 还盖个小窝安置 期盼这小家伙能顺利出事 他是这般祈祷着 可动物管理员却告诉他 这颗蛋 没救了 你见过会飞的企鹅吗 今天就带你见识一下 自从复旦失败 阿伟就一直很难过 早期的嫌弃 到现在多日的相处 他早把这群小企鹅 当作自己的仔 管理员表示 企鹅只有在动物园 才能生存得更好 阿伟无奈硬下 狠心让管理员 把企鹅带走 而他靠着过硬的手段 重回公司 试图用工作 来掩盖自己的难过 面对儿女的质问 他也只能装作毫不在乎 就在这天出门时 阿伟意外在桌底 发现了当初掉落的信封 父亲说企鹅是聪明的物种 一旦他爱上你就再也不会离开 父亲希望阿伟能多陪陪自己孩子 不要像他一样 一辈子都在路上旅行 很少回家 阿伟备受触动 他现在才意识到 企鹅们早就是他的家人了 他要把小家伙都带回来 阿伟带着家人来到动物园 可展览馆内都不是自家的企鹅 他去找管理员质问 却发现自家的小可爱 都被关进小黑屋 成功逃了出去 可准备离开时才发现 他们还漏了一只企鹅在园里 还被一路赶上了天台 小家伙不知危险来临 一跃跳了下去 众人惊呼无眼 没想到企鹅在触底瞬间 打开背上的风筝 展翅飞到了天上 就离谱 这辈子都没见过会飞的企鹅 最后他成功滑进车内 跟着阿伟一家逃离现场 可没逃多久 管理员又带着警察找来 说阿伟非法饲养企鹅还企图抢走 还说他们一家都是疯子 以为这些企鹅都爱他 于是管理员做了个实验 让企鹅们在沙丁鱼和阿伟之间做个选择 他很自信 因为动物不会违背自己的天性 阿伟后退半步 他坚信小家伙在家人和食物中 肯定会选择家人 果然 他们一个扭头 迈向沙丁鱼的步伐就全转向了阿伟 围在他身边 警察因没有证据而没有进行逮捕 最后阿伟一家来到南极 放生了企鹅们 因为他们真正的家才是这里 其中一只企鹅舍不得他们 阿伟就向他做出保证 自己以后一定会回来看他 毕竟你也是我的家人 养猫养狗的不少 养企鹅的还是第一次见 果然不管养什么 只要用心 就能找到和他们沟通的方式 想要亲密熟悉便也不在话下 好了电影波普先生的企鹅 带给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见